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勇这三年从来没找过 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可以抓他 抓住他直接枪毙 这儿有一个我忘不掉的人 周志和周勇 最近可能要在城墙哥儿见面 哥 我下安定下来 需要一笔钱 不是说家里的高队给我爆炸了吗 我那有很重要的事呢 我得在这儿 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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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erem 唯 抓住自己 有命� 躺着 深厚 我吓人的 我也是从他一个远方亲戚那儿 打听到的 说阿良就埋在这儿 我们捞片门的 埋在这种地方 叫做上风上水 这是谁呀 姑娘 你来这儿干吗 我们这厂房可不对外开放 我那集想找个地方解决一下 大爷 我快憋不住了 麻烦您先走开行吗 好 不过我们这厂房不让先生逗留 你姐一会儿赶紧走 走 小弟 你要被抓了 咱们都得死 咱们都得死 兄弟 我来看你 三年前 你被警察弄死了 现在 我回来给你报仇 难道你要找警察报仇 谁挡我 我就弄死谁 你疯了吧 你疯了 帮生离 你等着 哎 哎 哎 范姐官 嗯 我这本来人记败了 人还在那儿吧 哦 走了 好 我马上过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记败了 是个女女 大蛮挺妖艳的 本来啊 她说要在这儿方便一下 我就没上心 后来我一看见这个 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了 你说一个女人 就带那么两个小包 她怎么能装上两瓶酒啊 我觉得肯定还有另外的人 于是啊 我相信你吩咐的事 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呢 这么多年了 拜托您的事您还记着呢 谢谢您啊 哎呀 谢什么谢 你犯区分布的事 我能不伤心吗 大爷 还得麻烦您多留点意 如果再发现有什么人 来祭拜的话 马上告诉我 哎 没问题 小范 哎 大马 你好 最近有艳遇了吧 哎呀 大马 您可别开这种玩笑 我这把年纪有什么艳遇啊 刚才有个姑娘 来打听你的情况 说家里出了事 需要你帮她主持公道 打听我的情况 她家出什么事了 有 没说 她都问了我家什么情况 问你家几口人 孩子在哪儿上学之类的 她长什么样 长得很漂亮 腰细 腿长 是个美女 打完挺妖艳的 周勇 来 爸爸 儿子 来 爸爸 你看 爸爸给你买了个陀螺 好不好 爸爸 我不喜欢陀螺 我喜欢白天金刚 哎呦 希希 陀螺也挺好玩的 你爸爸小时候 最喜欢玩这个了 希希 这是爸爸的一片心意 去 你的奶奶上屋里玩去 走 好 快点 别闹啊 乖点 走啦 盛丽 希希上学的名字 你拖人了吗 我还真没想好找谁呢 好 这样吧 等我把手里的案子处理清楚 我马上去联系 怎么又是案子 你现在是巡警 哪儿那么多案子 再说了 这希希上学的事不能拖 本来名额就有限 你说这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那大学的同学啊 周斌啊 跟他媳妇吵架了 闹得可凶了 所以想让咱们家住几天了 我 盛丽啊 他过来怎么住啊 这绝对不行 妈呀 那周斌是我最好的朋友 轻易人家不求啊 这次求啊 肯定遇到难事了 那 妈 你让盛丽把话说完 是这么回事啊 你说她要是来咱们家住 咱们这一大家子怎么住啊 你带着希希 先上你娘家住几天行不行 我明白了 小慧 妈 妈 生气了 我没生气 你同学重要 比我 比孩子都重要 我有什么气好生的 我跟你说的 关手律 我告诉你 孩子上学的事是大事 你可别耽误了 小慧 谢谢 我忙走 小慧 爸爸 儿子 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 很快 爸爸说话不算出 要不也和我们一起去姥姥家 爸爸抽时间去姥姥家看你 听姥姥话 你先天天带我去游乐园 好吗 当然好啊 不过得过几天 这几天不行 那兄弟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跟那家人来 我都让人失望 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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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 你就暂时去我姥姥那儿住几天 好 等我把问题解决了 我就把您接回来 胜利啊 我真不知道你当这个警察有什么用 你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为了我们好 可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呢 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 既不是你爸又照顾你 你说我图个啥呀 不就是图个家人团圆吗 现在你爸又不在了 你 你又把这好端端的家给拆散 妈 妈 我知道 我知道啊 胜利啊 熙熙上学的事情 你千万不能耽搁了 你赶紧脱关系 把名额弄倒 实在不行 借钱交赞助费也要赌 行 这事儿 妈呀 您就别操心了啊 我知道你清哥 但是咱家现在的情况 这都火烧眉毛了 你再不抓您办 你老婆孩子都保不住了 咱老范家就熙熙一刻读明 小会儿要是不把熙熙带回来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的 那么就把这个时候 怎么办 我还是不备了 我还是不备了 你还不备了 你不备了 儿子 小慧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 爸 你要挺住啊 快快快 让一下 我工作上有点急事 张华 张华 周勇 别跑 师傅 您难得请我吃次饭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我这人呀嘴笨 我就直说吧 没说 我想从你那儿借点钱 是 这是啊 你嫂子吧 想让西西啊 上个住店小区 我明白了师傅 您放心吧 我回去就举手钱 可是啊 我知道 你妈那关系挺紧的 那个工资卡 在她那儿控制着呢 是不是师傅 让你为难了 不会 我妈也是个明世里的人 她知道 这钱用到了正处 就不会拦着的 您放心吧 行 那师傅先谢谢你 师傅 您甭跟我客气 虽然这个不是酒 但我还是祝您 早日把师母给追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啊 咱们天天在一块工作 您在愁什么 我能不知道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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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麻烦你们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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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哥 我说你能不能先把那玩意 收起来啊 人家都起鸡皮疙瘩了 保险柜的位置 找到了吗 这回你拿什么奖励我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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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铁饭是钢 就因为早上起碗了 我连早饭都没吃 师傅 您想吃点什么 我去买点吧 师傅 您整天在那个本子上写呀 寄呀 您写的什么呀 让我看看 所长 您来吧 好 所长 我不来能行吗 有人经常出去干私活 范胜利 你伪计在先 我口头警告你一次 扣罚当月奖金 所长 你听我说啊 来来来 借个说 借个说 所长 您就是扣罚把两个月的奖金都行 你 大师啊 你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调查周之家的银行账号 如果能查清转账记录 说不定顺藤魔寡就能找到周勇呢 盛利 您让我提醒你多少遍啊 这不是你的职责范围 你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在私自调查周勇 可就不是口头警告了 盛利啊 你就放弃周勇的案子吧 行不行 行吧 所长好 马记者来得挺早啊 请您吃早餐 不了 我吃过了 我有事儿 你先进去吧 好 小山来了 李哥 范大哥没吃饭吧 请你们带早餐 小山你太神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餐呀 师傅 您快吃点 范大哥 我支持您查案子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您告诉我就行 我 范大哥 我刚刚在门口 什么也没听见 真的 你什么都没听见 还是真的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给我待着 别插手别插话 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看这人怎么得这样啊 小山 你干吗那么大火气啊 师父刚刚被口头警告过 你这是撞到枪口上了 那他这枪也不能乱描人吧 师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有原因的 三年前 咱们事曾经发生过 一起连环杀人抢劫案 你听说过吗 三年前 好像听我妈说过 那时候还整天担惊受怕的呢 李哥 你能不能跟我说细节啊 其实细节我也不知道 您得问师父本人 反正我就知道 当时师父 就从刑警变成了现在的巡警了 我听说当时他都要当上刑警队长啊 太花头了 不想跟你说话 这样能让我挖出来弄去漫 节目肯定能大火 是咱们在这儿 放下来 也得换 这是我 那边 这样 有一点 有点 也不似乱 有点 不似乱 有点 你 那 你别老缠着我了 冯总啊 看范大哥 关于周勇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老缠着我了 你等一下 我不是缠着你 我是想跟你说 周勇很有可能找你老公要钱 而且要的还挺多的 我知道 你跟周志 但是挣钱都不多 攒点钱也不容易 我是周志的发小子 我说句心里话 我是真不想看到 你们辛辛苦苦地挣个这点钱 让周勇挥霍我 你要想家里不受损失 可以找我帮忙 好 我回家查查去 妈妈我要吃冰淇淋 我要吃芒果味的 好 妈妈给你买吃 耶 我好� 还要吃芒果味的 我好想家里 哈哈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什么情况 真让你猜对了 我家那三百块钱的存折没了 你别着急 我帮你把钱要过 只要周智再去见周勇 你马上通知我 好 你可一定把我们家钱追回来啊 好 你放心 一定 行了 时间不早了 别该下班了 好 怎么了 省省省省的 我送你一个礼物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是要感谢你 这些天每天陪着我 陪我巡逻 陪我值班 你知道吗 原来只有我跟我师父两个人 每天都特别无聊 好吧 我收下了 就算不值钱也是一天心意嘛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请你吧 随便挑 今天呀 今天不行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来 我妈跟我说了你的情况 说让咱们还是见面聊一下比较好 那个啊 阿姨也和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 你没有想象比较帅 谢谢 哥 约会怎么不叫我一块啊 哥 你走得太急了 这都忘带了 是送给女朋友的吧 祝吕哥和嫂子约会愉快 拜拜 李凤 初次见面你就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很喜欢 谢谢您 你喜欢就好 副总 你会叫我阿强就行了 那不行 我现在是您的员工 得有规矩才行 是吧 今天会给我安排入职培训吧 我在附近的酒店有一个套房 一会儿啊 咱们去那儿 我给你好好培训培训吧 副总 咱还是公事公办吧 就在珠宝店里培训 我需要有人教我珠宝知识 教我认识店里的珠宝 那个梅良 来来来来 你给对新人做个培训 教他怎么销售珠宝 好啊 好的 副总 这样你等一下啊 好 你看一下 前辈 这些珠宝咱们店里都有吗 你别叫我前辈 行得好老啊 你就叫我美玲就行 这些珠宝咱们店都有 但其中有一部分贵重珠宝 是从别的家珠宝店进来展示的 过一段时间还要送回去 这个好漂亮啊 靠咱普通人的收入啊 消费不起 服务员 这样你先自己看一下 我去找乌客人 好 大陈府 那好啦 给你阿姨 别走 但是小鼎 你该对你一样 需要出去 你们还是喜欢牠跟 applied 带你去吃冰激凌好不好 我要吃晚果味的 爸爸说我要算数啊 我说话当然算话了 那你就在家好好听妈妈话 等着爸爸啊 好的 爸爸 我等你哦 好的 老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想问问您 我的试用期有多久 刚才在卖场 你怎么不问啊 我错了 副总 您不会是把我当小偷了吧 这倒是不至于 我这屋的保险柜 是有双重保险 需要钥匙和密码 同时才能打开 而且密码只有我老爸才知道 你刚才问我什么 我想问问我的试用期有多久 那这要看你的误性有多高了 我的误性可是很高的哦 如果我 Sem述 在场ool中 您可以发现 这里我一直在看你 摇招马 我一直在看你 我一直在看你 危险的 您可以发现 我的误性 我一直在看到他 我一直在看你 出血了 我一直在看你 你不得了 一个误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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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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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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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周永 别跑 赵华 赵华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如果做不到就不要乱答应人 浪账华 泳哥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开心啊 我去找我哥拿钱 看见范生俗了 没拿到 我相信你 一定还能想出好办法 得先干掉樊盛利 可以从他孩子下手 我就不信 治不了他 勇哥 师傅 您那是看什么呢 这么神秘 什么什么神秘 师傅 您要的东西 行啊 你小子挺能攒钱的呀 我一直跟我爸妈 白吃白喝 能攒不下钱吗 行 找这么攒钱啊 你将来肯定找个好媳妇 找媳妇 找媳妇 师傅 为了帮您挽回媳妇 我自己的媳妇都泡汤了 怎么了 为了找我妈要出我的存款 我不得已接受了她安排的相亲 谁知道 被马晓珊给撞见了 我有口难辨 好不容易树立的形象 都毁了 真是难为你了 小吕啊 你是不是喜欢马晓珊 我 我 我可没说 我去巡逻了啊 你给我站住 我奶奶好 我奶奶好 西西好 真乖 哎 西西妈 好久不见了 你们是去哪儿了 孩子她姥姥想着了 所以回去住了几天 原来是这样 我家宝宝已经搞定了 实验小学的名额了 过几天就可以去报名了 你家西西办得怎么样了 还没办好呢 这个时代竞争那么激烈 怎么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 你老公不是警察吗 应该人脉挺广的 怎么还没办下来呀 她 她最近工作比较忙 一直没腾出时间来 再等等 得抓紧呀 我得赶紧去接我家宝宝去 奶奶再见 再见 拜托王王 拜托王王 来 白血血 来 大姐 能帮我一把吗 来 学习 学习 来 大姐 拜托王王王 骂死呐 别赛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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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留住 放手 放手 Whats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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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